作为一个出道很多年的歌手,尤其这几年的中国好声音或者中国性歌声更是把那音推向歌坛性高峰,但是关于他的争闷也是接踵而来。 话说那音的征服,莫还是蛮好听的,我表示喜欢听。 关于那音的黑历史,很多人一是揪住当年不给刀朗评奖,说是农民工唱的,不登大雅之堂,还有其他等等,反正特别多,不过确实那音是比较耿直的,比如在中国性歌声里说周杰伦的歌曲没内涵。 不过确实因为他的耿直,真的是得罪了很多人,也得罪了太多的粉丝,所以一直有人叫嚣着要那音滚出娱乐圈,尤其因为姚贝娜事件以及刀朗事件。 但是评价一个人,不能完全看别人,也要根据自己的判断,经常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你又真正见过吗?何况眼睛都会骗人的哦。 我们先看看圈内人对那音的评价,给各位参考下。 一,刀狼,在刀狼的新歌火爆之际,却有一个人的评论区变成了一片战火纷飞的地方,那就是那音。 据悉,刀狼的新歌罗刹还是被一些网友解读为暗讽那音,因为两人曾经有过一段不愉快的过往。 当年那音在一个节目中评价过刀狼的歌曲,说刀狼并不具备审美观点,引起了很多刀狼粉丝的不满。 而刀狼也曾经在接受采访时回应过这件事,表示自己不在意那音的评价,也不想再提起。 但是,有些网友似乎没有忘记这件事,他们纷纷跑到那音的评论区去留言,有的是直接讽刺他去听听刀狼的新歌,罗刹还是比他唱过的任何一首歌都好听,有的是用隐晦的方式暗示他和其他几位歌手被刀狼用歌词暗讽,还有的是表示自己只是来看看评论区有多热闹,并没有其他意思。 纳英评论区现在可以说是分为三派,第一派是支持刀狼的粉丝,他们认为罗刹还是一首优秀的作品,歌词富有寓意和内涵,第二派是支持纳英和其他几位歌手坤哥、旺哥、松哥的粉丝,他们认为网友们没有必要过度解读刀狼的歌词,也没有必要攻击他们喜欢的偶像。 第三派是中立或者无所谓的网友,他们只是觉得评论区很有趣,想看看大家都在说什么。 从纳英最近发布的短视频来看,他似乎并没有受到评论区的影响,依然保持着自己的风格和态度,而对于刀狼发信歌,罗刹还是是否真的针对了纳英和其他几位歌手,其实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有媒体评论道,刀狼已经回应过了,他不会去计较纳英的评价,也不会去暗讽任何人,这些都是网友们想太多了,刀狼这么多年都没有发信歌,肯定是在潜心创作,才能做出这样的佳作。 我们应该欣赏他的音乐,而不是去揣测他的心思。 二,谷建峰。 纳英的恩师谷建峰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中是这样评价纳英的,本来不想收这个学生,但是见面以后又收了。 纳英有一副好嗓子,但是却配了一个狗脑子,说话不靠谱,谁的事都想管,要想唱好歌,必须得改改姓字。 本来不想收,见面后又收了,说明谷建峰老师还是喜欢纳英外长形象的,不然也不会收到自己门下,这个是一定的。 纳英有一副好嗓子,却配了一个狗脑子,这是谷老师一针见血,入目三分地刻画出纳英的专业天赋和性格禀赋。 这两个副在离开诗门,行走在江湖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专业上其音乐成就有目共睹,在性格禀赋上几乎被配以毒蛇之称,所以才有了今天罗刹海事刚一上市。 网友便联想到这是刀狼对纳英在二十年前的反击,而实际上这首歌的深层寓意远非如此,这就叫一千个读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可以肯定,这首歌是歌坛三十年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作品,不信你试试,这首歌你得倒立着听,就听明白了,纳英评论驱火了纳是一个意外。 说话不靠谱,谁的事都想管,这个评价并无恶意,实际就是反映了纳英性格的豪爽,在圈内的纳英属于大姐大级别的,一般都给三分面子,热心肠,管闲是东北老娘们的特征,至于说话不靠谱,而是话太多,该办事还是能办事的。 三,何景,纳英一手掉了,以一己之力赢了张信哲对的六大高手,实力之强大令人扎舌,网友说,别人用天后形容纳英,我用纳英形容天后。 掉了的词曲作者是苏打利的主唱吴清风,当年张慧妹想要唱一首歌,怀念已离开人世的父亲,吴清风就把这首歌送给了他。 纳英在节目里说,自己在排练时打电话向吴清风询问过,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契机下写出了这首歌。 万万没想到,吴清风说灵感只是来于他大学时期掉了一个包,虽然只是掉了一个包,但包里面有很多有意义有故事的物品也掉了,连带着那些物品所承载着各种回忆也丢了凭借,难以找回。 吴清风的一番解读已经是很妙很绝了,万万没想到,何老师接下来的几句言语更为绝妙,简直就是直击人心,触及灵魂,发人深思。 何老师说,其实是一种对失去的想法,可是长大之后发现失去是常态,拥有才是一种值得珍惜的幸运。 他还评价纳英的演唱,纳英的每一个掉了都不是那种痛,而是一种套,声音也套,状态也套,所以我觉得其实掉了这首歌很难打。 四,丁太生。 丁太生点评纳英翻唱的给我一瓶魔法药水,他说纳英的演唱有一个问题就是时代感太重了,没怎么抓住这首歌的精髓,就是还是得魂不利一些, 所以纳英的问题在于还是没太能放下身段,丁太生这翻点评可以说是很毒蛇啊。 不过,我不太认同,纳英唱的时代感太重,这意思不就是在说唱得有点老派吗? 说白了,每个歌手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纳英是那个年代的歌手,他唱出来不就应该是那个味儿吗? 这些年来,大多数英宗里都玩翻唱,都是以前那些经典歌曲。 很多歌手在翻唱的时候唱出了自己的特色,甚至让人都忘记了原版。 纳英就是想要给自己团队的工作人员唱一首他们喜欢的歌让他们开心一下,他做到了《给我一瓶魔法药水》这首歌唱出了纳英自己的风格,让人听得很快乐,这不就够了吗? 纳英愿意去挑战现在流行的新歌,这是非常值得大家尊敬的。 在生生不息的舞台上,所有人都在致敬经典,纳英却要用他创造过经典的声音去唱现在的新歌,实属不易。 大家都知道,在英宗里翻唱经典老歌是为了让现在的年轻人多听一下这些经典,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让这些经典传承下去。 说白了,还是因为怕现在的年轻人不听那些经典老歌呗。 反过来说,70后80后的那些人只喜欢听纳英的《物理看花》和征服,谁又会听现在流行的《给我一瓶魔法药水》呢? 有了纳英的翻唱之后,那些喜欢纳英的父辈观众不就跟着去听这些年轻的音乐了吗? 老一辈的经典需要传承给年轻一代,同时,现在的好音乐也应该让老一辈去听一听,这才是音乐的交流,这才是生生不息的意义,不是吗? 老歌可以新唱,新歌也可以老唱,如果翻唱要只是仅可能还原原版的话,那真的是华语乐坛的悲哀。 5.王妃,这位天后及别人物,最近也是麻烦缠身,主要是这个天价演唱会门票事件,日常它一直给人感觉是冷冷的, 可能对谢霆锋应该是热的,当年与纳英一首相约98火遍全中国,关于纳英的人品,他说过一句话他是一个直爽的人,我很喜欢他,当然这句话真不出是夸奖还是批评,但是应该感觉是夸奖大于批评,当然太耿直了肯定就会得罪人。 6.刘德华,刘德华作为四大天王之一,一向以好男人形象势众,他没有下面评价过,不过他与纳英是朋友,曾经开玩笑过说自己每次来大陆的时候都要跟着人, 要看看纳英是不是也在,没有他的话那自己也不想来,根据这句话,理论上纳英至少对朋友是很好的,是个可以交心的人,你觉得呢? 7.孙燕姿,孙燕姿一次采访中,他直接说纳英的性格非常直接,很好相处,是比较直率的人,这个评价是不是与王妃一致,也与纳英表现的一致,直率,不过太直率了就是缺点,真的,尤其在娱乐圈。 8.曾志伟,曾志伟算是八面玲珑,特别圆滑的人了,当然也不会开口批评什么人,也没见过他批评过别人,所以不能太相信他的话,他不仅夸赞纳英的歌好听,更是说纳英这个人很让他喜欢,甚至将纳英作为自己培养女儿的典范。 9.孙燕,孙燕,最后说一位孙燕,也算是歌手中的前辈了吧,他对于纳英的评价也是正面的,他说纳英其实就是孩子气,但是特别的单纯,没有一点私心,不像自己。 当然娱乐圈混的,大家都会留点口德,毕竟日后好相见,是不是,所以你不要太当真,当然也不能全凭网友的说法就改变自己的看法。 能够红这么多年,受到这么多人好评,无论人品差也好,不差也好,自有其魅力,至少唱歌非常不错的,对不对,要看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不要死揪着某一点让你讨厌的地方,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